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台积电现任的董事长,韦哲家讨论台积电迁出台湾 今天出现了一系列相关于台积电的新闻,包含路透社啊,等一系列的媒体都报道了台积电 从这些新闻大家整体看下去,大家就可以发现最近为什么围绕着台积电出现了很多奇怪的 英文,包含尤伟达的黄仁勋啊,然后来到了台湾岛啊,搞个直播,而且还要表态 我黄仁勋最爱台湾,台湾一定能够成为那个AI的基地 而且搞直播啊,瞒台湾吃来吃去,玩了一场真人秀 黄仁勋这是要干嘛,其实把这些东西全解释了今天的这些新闻 不仅是黄仁勋有这种新闻啊,这个台积电的前任的这个董事长刘德因啊 也有一个新闻啊,冲着华为叫板,就特别的怪异 对不对,华为跟你台积电有什么关系,现在对着华为叫板是为什么 黄仁勋跑到台湾岛上展示爱台湾,展示台积电留在台湾岛 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到底为何发生 路透社包含一系列的新闻都跟大家解释了 其实啊,从这些新闻大家就可以看到台湾的未来 台积电的未来,两岸的未来 包含美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台湾这个岛的 你像黄仁勋啊,你像台积电呢 这些人是真心爱台湾吗 其实大家都是有原因的 但是未来会如何 为什么台积电成为了两岸新闻的重点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 首先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啊 这个台积电县董事长魏哲家啊 关于啊,这个把这个台积电工厂迁出台湾 就这个新闻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是啊,有媒体啊,向这个魏哲家提问呢 说啊,一些国际媒体关心啊 如果两岸发生冲突啊 这个台积电的客户啊 是否会要求将产品生产 移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啊 也就是啊,让这个台积电赶紧搬去美国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 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搬去美国呀 啊,全世界只有美国不打仗是吗 全世界都在打仗 都在台湾啊,如果打起来两岸发生冲突了 就得搬去美国,这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不能搬去欧洲吗 对不对啊,不能搬去拉美 不能搬去非洲吗 非得要搬去美国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哪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但是总而言之,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 像记者,媒体,提出这种问题 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也在一直在跟大家来聊嘛 美国人啊,看台湾岛 最有价值那个东西就是台积电 对不对 然后的话,其实某种角度啊 咱们也多说一句啊 某种角度也能理解 为什么台积电 那就是拿着美国人的技术 拿着美国人的订单做起来的一家企业 美国现在经济不好 美国的科技,芯片与科技法案 然后的话,确实啊 也是导致啊 美国人要发展自己的啊 这个芯片制造业 所以说台积电作为芯片制造业最大的那一个 作为美国芯片制造业最大的那个同行 台积电去美国成为一家美国企业 对于美国来说 才是最好的啊 美国人其实也能理解 对不对 然后也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去做 毕竟嘛 对不对 真的是啊 真的是啊 拿着美国人的钱 拿着美国人的技术 然后养出来的台积电 有岸外包吗 所以说美国人现在想要了 自己经济不好了 想要这一个了 也能理解 也能理解 对不对 但是的话啊 对于台积电来说的话 这不是个好消息 其实啊 大家把这个消息连起来看啊 对于啊 英伟达来说 也不是好消息 大家一定得看清楚这一点啊 所以说呢 黄仁勋啊 最近才有了一系列的特别奇怪的就这种表现 跑到台湾啊 演真人秀 对不对 没事干了 你家企业的老大跑到台湾演真人秀 我满了台湾岛啊 要吃个什么样的小吃 不 大家不觉得很神奇吗 对不对 这个之前啊 刚下任的这个刘德印啊 台积电的董事长 现在的表态都是啊 华为算什么 对不对 华为算什么 华为想要超过我们台积电 不可能 对不对 他是真的恨华为吗 当然不是啊 华为常年 以前啊 以前华为常年都是啊 台积电的 这个算是啊 大家方 对不对 然后给这个台积电下订单的这家企业 现在啊 也不是说华为不要台积电 是美国人不让台积电 华为代工 那你说华为也没有招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冲着华为叫什么版 全都是有原因的 全都是有原因的 这个新闻里边啊 提到什么呢 提到这个魏哲家的这个回答 然后到要不要搬去亚利桑大州 这个要不要把产能分去啊 这个亚利桑大州呢 这个魏哲家回答啊 这个两岸之间不稳定 的确是供应链韧性的考量啊 这个台积电与客户确实讨论过有关签厂的可能性的议题 不过呢 台湾地区的产能占台积电总产能八成至九成 然后要将啊 这个产品完全移除台湾是不可能的 然后他并未透露啊 台积电与哪些客户啊 进行了讨论 魏哲家同时强调 希望战事啊 不要发生 如果发生战争啊 不止半导体产业要忧虑 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忧虑啊 讨论的是战争吧 其实本质上并不是 讨论的是台积电要不要搬去美国 因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未雨筹谋的事情 你要想啊 说啊 如果发生战争了 台积电要去要去美国的话 你得提前把厂子弄好 对不对 你不说别的 土地 水 对不对 这些玩意全都得啊 全都得准备上吧 你不可能 没土地 没有水 没有电 你这家工厂 对平地啊 就起一家工厂 那不大可能 它都得需要提前的准备 所以说呢 讨论这些问题 大家看似在讨论战争 其实本质上 是讨论的是台积电 要不要为鱼筹谋 赶紧在这个 美国多设点这个工厂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 刚才就给大家解释了 美国人想要台积电吗 对不对 那美国人想要台积电 现在从这个新闻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越来越坚定了 其实大家从这个新闻 也可以看到中美啊 中美博弈的 另外的一个面向 咱们呢 继续看啊 继续看啊 这个 这个这个新闻啊 尤其是关于这个 魏哲 魏哲 魏哲家的这个回答啊 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关于啊 这个台积电 未来布局的发展啊 这个魏哲家表示啊 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 一定 从台湾开始 一定要在台湾站稳脚步 才会到台湾以外 以外的地方 而且投资第一优先 选择台湾 第二是台湾 第三还是台湾 魏哲家这个表 表示啊 我相信啊 很多台湾的同学 可能会认为啊 这好爱台湾呢 太爱台湾了 其实本质上 并不是爱台湾呢 为什么呢 其实就跟啊 黄仁勋呢 就跟啊 刘德英呢 对着他这个华为叫板 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原因啊 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叫板 表面上你看起来是爱台湾 本质上是另外一个原因呢 然后继续看新闻 咱们先把新闻读完呢 这个新闻透露了很多的一些意思啊 非常的好玩啊 这个魏哲家还谈到了啊 这个与OpenAI啊 然后呢 这个首席执行官啊 萨姆奥特曼时啊 表示啊 这个他称啊 这个OpenAI的这个CEO啊 然后呢 奥特曼 奥特曼啊 非常激进 对不对 奥特曼确实特别激进 天天打小怪兽 眼睛啊 能发激光啊 可厉害了 然后说这个啊 他非常激进 激进的让我难以置信啊 这个路透社啊 提到啊 台积电正努力啊 应对用于提供生成式啊 这个AI工具和服务的高端芯片订单 激增的问题 对不对 AI芯片啊 这个订单激增啊 据知情人士透露啊 这个台积电去年曾与啊 ChatGBT啊 创建者OpenAI方面啊 就AI芯片供应啊 举行会谈 讨论啊 建立大约30家工厂的潜在合作伙伴关系 台积电认为啊 奥特曼的提议啊 这个晶圆厂这个数量有点太多了 同时啊 要增加30家芯片的工厂 晶圆的工厂 确实太多 确实太多 对不对 然后呢 非常的激进的 原因在这啊 所以说大家看到什么 看到了AI产业要发展 美国要发展AI产业 美国要发展AI产业啊 它必须要有AI的芯片呀 对不对 这个芯片行业啊 上面有啊 这个芯片设计 下面就有啊 芯片制造 芯片设计 OpenAI可以做 对不对 芯片制造就得由台积电来做 然后的话 这个美国要坚定的发展AI产业的话 那台积电你如何来补充呢 对不对 OpenAI告诉我台积电 我要增加30家工厂 这30家工厂在哪 在哪建 刘德英告诉记者 第一是台湾 第二是台湾 第三还是台湾 而不是美国 大家看到了什么 台积电与美国的这个矛盾越来越大 对不对 美国呢 在这个芯片产业上啊 如何看待台湾 如何看待台积电 我相信大家一目了然了 大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台湾台积电与美国的矛盾越来越大 美国现在都不装了 对不对 你的产能要不要放去亚利桑那州这个厂 就像我之前刚才跟大家提了个问题一样 为什么要放去美国把产能 为什么不能放去欧洲 不能放去拉美 不能放去非洲 为什么 就因为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嘛 美国不装了 直接把问题提出来 把问题提出来之后呢 对不对 台积电的回答是什么 魏哲嘉的回答是什么 第一选择是台湾 第二选择是台湾 第三选择还是台湾 是因为爱台湾不是啊 为什么 待会解释啊 待会跟他聊浑人熏的时候再解释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吧 美国人要的是什么 open AI 说的很清楚吗 30家工厂 30家工厂 你得去哪设厂啊 对于美国来说 想要的是去美国设厂 对于台积电来说 想要在台湾留着设厂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人啊 这个对于啊 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施压 看起来 现阶段已经开始了 那台积电怎么办 整个芯片的一个产业链 他们怎么办 这些相关的企业怎么办 现在全是问题 台积电如果去美国的话 对于台积电自己本身不好 对于相关的产业链也不好 但是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去做呢 对不对 咱们得看啊 卢同社的这个报道啊 卢同社报道 说啊 中国的AI企业 降产品的性能 确保台积电接单 啊 你台积电 现在正在为中国的AI企业 对不对 然后对啊 这个代工 你要出大问题了 你这叫资敌啊 台积电 对不对 这个路透社啊 指责啊 这个这个这个中国的啊 这个木西和啊 这个隋元科技啊 这两家公司啊 然后为了啊 这个在这个美国 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之下 仍能向啊 这个台积电订购产品 因此啊 曾在2023年底 向台积电提交性能降级的芯片设计 这些公司啊 过去曾宣称其芯片可达啊 与英伟达 然后到这个GPU啊 相媲美 但是呢 为了啊 这个台积电代工 然后呢 这个木西啊 开发了一款名为 C280的降级产品 这个 这个之前啊 木西这家公司啊 他的这个GPU啊 这个GPU这个芯片 然后最好的是啊 这个C500 现在生产C280 C500呢 现在已经啊 受空了 为什么呢 确实啊 这个代工有问题 而且这个路透社啊 特别见搜见搜的啊 把这个敌人啊 挪去了这个华为 为什么呢 说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高级制程的 这个代工的这个产量呢 基本上啊 就被华为全占了 为什么呢 现在中国的这些啊 芯片的工厂 唯一啊 能够能够具有代工啊 这个制程比较先进的 这样的一些芯片的 这个企业呢 只有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现在只为啊 华为做事啊 其他的中国的这些啊 这些啊 这个算是AI的 芯片设计企业呢 就拿不着这个产能 所以说呢 华为太坏了 路透社干的事啊 但是啊 从这个新闻 咱们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你台积电 对不对 你你通敌了 可能有些东西会说啊 那这不是啊 符合美国的这个制裁吗 出口管制吗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中国的这些啊 芯片啊 这个这个AI啊 芯片设计企业 已经啊 把这个性能啊 大幅下降了 对不对 然后符合你美国的这个制裁了 这不是可以吗 可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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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敌吗 啊 这不是一个啊 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意识形态的问题吗 你现在啊 跟中国啊 这有有这种关系 你台积电 你多多少少 我觉得你有二心 如果你台积电 有二心的话 你想想你的未来 对不对 如何保证台积电 没二心呢 台积电 对不对 你台湾两岸 这有可能发生战事啊 有可能发生战争啊 你要不要位于筹谋 赶紧啊 去美国 设30家工厂 对 赶紧去美国 设30家工厂 你就好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 你就很棒棒 那讲到这的时候 有些东西可能会说啊 那之前英特尔 还不是给这个华为提供那个AI的那个那个那个CPU吗 对不对 英特尔都给华为啊 最先进的啊 这个AI的CPU 这个台积电为什么不能够代工呢 你皮肤无罪 你怀避其罪 大家看明白了吗 这就是啊 现实版的皮肤无罪 怀避其罪啊 你台湾是个皮肤 你现在你这个皮肤里边 兜里边揣着啊 这个一块碧玉啊 对不对 大家都想要的碧玉 大家都想要的台积电 对不对 你就是有错的 你不要讲为什么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所以说这就是美国人 现在接下来可能要做的 在这个AI芯片领域 看起来美国确实是啊 要发力 而且借着这个AI芯片这个事呢 要把芯片制造业挪回美国 而且啊 这个事情只要确定的话 那也会啊 借力打力啊 借中国 对不对 借中国要发展AI的芯片 指责台积电为中国的企业代工 通敌资敌 给台积电施加压力 台积电搬去啊 这个美国 这才是一家好企业 刚才跟大家讲了 台积电要去美国 对于台积电不是个好事 对于整个芯片的整个产业链来说 也不是好事啊 从这一点 大家就可以看到台积电 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讲的 魏哲家啊 就那样来回应啊 就是我的第一选择是台湾 第二选择是台湾 第三选择还是台湾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来回应 不是因为爱台湾 而是因为确实是求活呀 对不对 台积电在台湾生产 无论是啊 用电用水 它都有补贴啊 美国人当然也可以给补贴 美国人当然也可以给 但是的话 但是的话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人力成本 还有啊 这个十万青年 十万干这些问题 美国人都给不了 台积电在台湾是有的 在美国是很难拿到这些 十万青年 十万干 对不对 这些问题 所以说呢 台积电啊 在美国设厂 它必然要降低自己的竞争力 对于这家企业来说不好 但是的话 它可能会怎样呢 那美国人不知道这个问题吗 美国人当然也知道 台积电去美国 台积电这家企业可能会玩 美国人拿台积电 可能用处不大 但是 美国人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美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 首先你台积电是他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芯片制造业这一块 竞争对手死了 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个坏事 而且死在的地方是哪呢 是在美国 这些工程师 这些啊 这些十万青年的十万干 可能就会转向美国的芯片制造业 这些企业 这可能就是美国人现在想要的 所以说美国人知道这个 美国人还要对着台积电是呀 那台积电如何反抗 你只是耿着脖子说我未来选择是台湾 第一是台湾 第二是台湾 第三是台湾 还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对不对 你像黄元勋啊 到台湾岛 他就代表着啊 这个一种反抗的一个姿态 这个反抗的姿态是什么 啊台湾 我认为台湾啊 国家 台湾是个国家 我爱台湾 对不对 黄元勋跑到台湾岛上喊这种话 是啊 那是大陆为敌人吗 我跟哥们讲不是 他为什么这样去喊话 因为 要要政治正确呀 你美国你不能指责我 台湾 我黄元勋 我英伟达 包含啊台积电 那是啊 大陆的盟友 通敌 资敌 你就没法指责了吧 你看我们到台湾 我黄元勋啊 老黄啊 对不对 这个英伟达的老大呀 我跑到台湾 你看我说的这个话 我台独了 我怎么可能是啊 大陆的敌人呢 我怎么可能是大陆的朋友呢 我是大陆的敌人 对不对 啊 你美国能够啊 能够说啊 给我施加压力吗 给台湾施加压力吗 黄元勋为什么这样去做 黄元勋现在要发力啊 在现在AI芯片这一领域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如果说台积电出问题 那影响的 那就是啊 芯片设计 公司英伟达嘛 芯片制造的这些企业 受到影响了 你哪怕有设计 你也产不出来芯片 倒霉的是谁 倒霉的是 芯片设计公司啊 大家是一个人绳上的蚂蚱 而且不仅如此 为什么叫不仅如此啊 就是说啊 呃 这个台积电 还是一家台湾的企业 黄元勋啊 也是台湾人 对不对 然后大家呢 还算是一个圈子啊 那未来 如果说啊 台积电啊 去了美国 你像啊 如果说啊 台积电 它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直接的控制啊 你像什么英特尔啊 对 包含想AMD吧 AMD虽然说啊 这个苏妈 他也是台湾人 但是啊 这个AMD的这个代工啊 一直不以啊 这个台积电为主啊 然后总而言之吧 那美国的这些啊 芯片制造业的这些公司啊 就会啊 受益于台积电的 这个尸体啊 一经络万物生啊 对不对 受益于啊 这个台积电的这个 这个经络啊 对不对 那 大家都为美国的企业 来做贡献 那这个黄元勋 英伟达这家企业 可能啊 拿到的产能就会啊 就会就会减少 对不对 那你说怎么办 对于啊 这个黄元勋 对于英伟达来说怎么办 对不对 本来我能够啊 拿到这个台积电的 一百个产能 对不对 未来呢 可能就剩下五十了 那这少了五十 我就少赚五十的钱呢 这就是啊 为什么黄元勋跑到台湾 表演了一系列的 这种行为艺术啊 原因在这儿啊 你包含啊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啊 这个这个刘德印啊 刘德印对着这个华为啊 这个说硬话 对不对 华为永远不可能超过特级电 对不对 莫名其妙啊 为什么说这个话 是因为他恨华为吗 当然不是啊 那是为什么呢 还是政治正确的问题嘛 首先啊 这个东西啊 它非常的不合理啊 台积电一家芯片制造业的企业 华为呢 你从芯片制造业来说 华为是一家芯片设计公司啊 华为七零芯片吧 对不对 那不仅是芯片设计公司 华为还是啊 美国的苹果嘛 可以生产这个iPhone啊 可以生产这个笔记本电脑啊 对不对 可以生产啊 各种各样的平板啊 对不对 他跟苹果也差不多 他还是一家什么体验呢 他还是5G标准啊 这个制造了5G标准的这家企业 华为还是一家什么企业 是一家通信公司 对不对 这个关于啊 这个基站呢 这些设备啊 华为都能生产 什么路由啊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这些设备啊 人家华为都能生产 他跟你台积电 明明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企业 你为什么要拉出来来比呢 而且你要比 你还真不见得比得过 为什么呢 其实本质上就这些企业的老板 给你表演了一些什么叫非理性 他本质上他不是非理性的 他都有背后的原因 表面上看起来是感性 背后全都是理性 这个理性是什么 这个理性就是 我要表现出来与大陆为敌的这种姿态 从而让你美国人指控我通敌 资敌 这个事情不成功 你看我都台独了 我跟大陆的最大那个华为那个企业 我都要为敌了 对不对 我怎么能够自敌通敌呢 对不对 你不要在这方面给我施压 施压不通过 这就是现在啊 这就是现在 这个整体的 这个台湾的这些啊 芯片制造业相关的一系列 这些企业的一个表现 大家从这个表现可以看到什么 急了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这牵制了好几家企业呀 台积电 包含啊 AMD啊 这个苏妈 人家现在啊 跟这个这个黄仁勋 英伟达都是在一起 都在讨论这些问题 为什么 看起来美国要有所动作了 那台湾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些企业啊 这些企业的老板们 是因为爱台湾啊 才做这些事情吗 要让啊 台积电留在台湾岛 当然不是啊 因为台积电留在台湾岛 大家都有钱赚 台积电去了美国 没准一惊落万物生 对不对 大家可能拿到的利益 就会降低 就会减少 对于谁来说 都没有好处 所以说呢 留在台湾岛上来说 是好的 而且搬去美国 芯片制造业 必然要受到大幅的影响 因为美国的这个政策 不如台湾岛 对 十万青年十万干 美国是做不出来 就这种政策 所以说呢 对不对 现在这个正是啊 这个行业关键的时刻啊 你台积电如果受到了大变动 我们芯片能够设计 但是不能够生产 那我们要吃瓜烙 所以说怎么办 台积电留在台湾岛 是爱台湾 不是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不对 这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 没人愿意啊 伤害自己的一个利益 所以说呢 大家看这些新闻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很多的东西 两岸的未来 台湾玩不好了 它会成为大陆和美国的共同的敌人 我以前就跟大家讲过这些话 大家看到没有啊 美国现在都快直接给台积电施压 给给这个民进党 给台湾施压了 对不对 台积电要搬去美国 台积电在这顶 不去 我就要选择在台湾 第一 第二 第三 都是台湾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就你顶我 我顶 你就耿着脖子来了 台湾岛成为美国的敌人 台湾岛成为大陆的敌人 台湾岛的未来会如何 这个东西啊 这显而易见 一目了然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你背后没靠山 你怎么办 你靠山是谁 台湾岛的靠山是谁 刚才跟大家讲了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啊 你是个匹夫啊 你身上还揣着块碧玉 大家都想要都避遇啊 你不倒霉 谁倒霉啊 对不对 你不啊 这个被别人折腾 谁被别人折腾啊 那如何不被别人折腾啊 那别当匹夫啊 对不对 有实力啊 可能有些东西会说啊 台湾岛太小 事太小 对不对 你看看谁把你当自己人 美国为什么要抢台积电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根本就没把台湾 当自己人 台湾那边天天告诉你 告诉全世界啊 我是自由民主的盟友 我们是美国啊 这个自由民主重要的盟友 大家都爱我 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好 美国 美国自己经济出问题的时候 你还是自己人吗 你还是盟友吗 不搁你的韭菜 已经算是美国人大良心了 现在只不过是美国要收回啊 靠着美国的技术 美国的订单 美国人的钱 养出来的台积电而已啊 对不对 那美国人 我要照顾美国人的利益啊 你台湾 你台湾哪是自己人的 全世界 谁把台湾当自己人 谁把台湾当自己人 都想把台积电吃干妈净啊 欧洲人想不想要啊 这个台积电的产能 想要啊 日本人想不想要 想要啊 对不对 谁把台湾当自己人 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那块肉啊 对不对 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案板上那条鱼啊 大家都等着分肉吃 分鱼肉吃啊 对不对 谁把台湾当自己人 台湾人自己掂量 就继续这么折腾 可就折腾 成为大陆和美国的共同敌人 台湾的未来 那简直 幸福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滔滔的啊 这个什么幸福滔滔之地 什么 是这样吗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聊到这儿了 感谢各位啊